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臺灣隊長林智勝帶領球隊打出 超過二十八分之一的感動 古巴隊兩度保送前一棒 郭文言要抓林智勝 林智勝第一次吞下三陣 第二次敲出三分炮 幫助球隊突破平手局面 中華隊是以四比一拿下勝利 相隔二十九年後 國際大賽中再度擊敗古巴隊 台中洲際棒球場昨晚上場的台股大戰 臺灣隊靠著先發投手宋家豪 繳出優之先發 以及臺灣隊長林智勝在八局下的智勝三分炮 幫助球隊最終以四比一贏球 這也是睽違九年後 再度在國際賽事中擊敗古巴隊 那麼林智勝用拳雷打 告訴對手自己的實力 一口氣送回三分 滿場球迷歡聲雷動 今天若是擊敗波多黎各 將確定拿下八強門票